205. 東方日報 強拍申請案年減近40% 2015年7月20日產經B08近年政府不斷主動推出土地 發展商搶地焦點轉投買地市場 收購舊樓以肉液逐步下降 今年上半年申請強拍個案僅六得五中 較去年同期大跌近40% 申請項目的市場股值合計共約24億元 則較去年同期的餘34億元 亦減少約30% 有測量施預期 今年全年強拍申請中數將只有10宗 將較去年少於50% 陳超國估計 今年將有約10宗強拍申請個案 捧2宗佔最多土地審財署資料 今年上半年共接獲5宗舊樓強拍申請 較去年同期的8宗 下跌37.5% 創10年放寬舊樓強拍申請門檻後身低 以申請中數計 頁0.0012最積極申請強拍 佔2宗 該公司分別就深水邊 N 倉街210至212號 及香港仔田灣街12至14號提出強拍申請 均屬於中小型項目 涉及的物業樓面合共緊5.6萬方呎 合共估值緊約1.58億元 啟德大廈六年內過關約以項目涉及金額計算 上半年六五宗強拍申請 市值合共約24.04億元 較去年同期的34.68億元 漠年下跌約30.7% 當中發展規模最大的 為年初有財團就灣仔雁頓街 蘭道街及皇后大道東的保華大廈多個地段 向土地審財署入品申請強拍 涉及地盤面積達1.2萬方呎 可見樓面約11.5萬方呎 物業現有估值約14.7239億元 市場預料進行收購的發展商 很大機會是太古地產01972 第一太平大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服務 董事總經理陳超國估計 今年將有約10宗強拍申請個案 較去年減少於50% 主因現時政府積極推地 發展商通常捨難取義 傾向鏡頭政府土地 他又指出 觀塘道53至55A號 啟德大廈已完成聆訊程序 年內可獲批強拍 有望成為歷來最大中的強拍項目 觀塞道53至5 二十一 偶然